有個香港的父親,他在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有點慎 他說那天去大尾督租單車踩,一家大小租了單車 單車類似一闊前後座位,有個蟬逢比較大 不是我們小小子踩單車的 即是長洲你會租到那些 有個稱號叫全家踩,全家一起踩的 有些是後面坐的 那是前後坐的,都是爸爸媽媽踩的 那單車叫老豆死滴 因為只有老豆踩,媽媽和兒子在後面很熱 踩快點,老豆,那些老豆生日平了,下次不是踩單車,很混蛋 那算是最新型的,那些前逢各樣都很漂亮 那多少錢呢? 他就去問單車補,老闆,你很棒 對呀,一家大小,一家三行適合 怎麼算呀? 時租,150元 都貴了 一小時? 首先,我真的太久沒有租單車 我也是 我不介意這些新型的,我又不知道現在那些普通兩輪的幾千個小時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太久沒有租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很久都沒有租 我當它這個價錢可能是少少偏貴 因為有些人留言說150元有點貴 但不重要,因為你一家大小,三個也好,四個也好都可以坐 我當它OK,那就好 他就問他,喂,150元? 喂,是啊,我終了一個小時 但沒問題,歡迎你 如果我遲了,譬如交車交遲了,怎麼辦 計多一個小時 遲一點就無所謂了,不計不計 這樣說了 如果你說三個人150元,其實你除了開每個人50元 沒錯 我理新了 以我在座應該最有租單車經驗是我 但我說的都是說20年前 我當時租,大圍租 25元一個小時 放低100元做按金 因為怕是偷了 要是抄去新聞,好像要看新聞證 好像只是放下新聞證 放下一個證件 我記得當時放下我中大學生證 我也是 我中大學生證 放下學生證 然後他拿了一張紙 然後你就去騎 大概好像20元或30元 因為如果 85元一個小時,其實算貴 除非好三個,或者一家大小,四個 你租得85元這種單車 你也是不會長踩的 你只會繞一下,吹一下風 但我以前也喜歡大圍租 大圍一踩,可以踩到大尾督 如果大圍踩到大尾督 你來回基本上可以半天 大半天是沒有了 天光踩到天黑 以前的租車特別是計算全日 指導明寫著大埔交車 或者沙田交車 大埔交車 所以如果大尾督交車 我當作6個小時 來回差不多 大圍去到大尾督座 6個小時左右 休息一下,坐下喝水聊天 6個小時,900元 這樣就很貴 這些貨幣不是貨幣長途 坦白說,大尾督座的堤壩 船灣探水湖 經常有拍電影 跑步的位置 給你來回 因為一家大小 這種單車都做不到 蔡添華就是他老弟蟹 頂上老媽子矮五分鐘 然後老爸要吃硬食 老爸黑星 俗稱老爸黑星 然後兒子又睡覺 你不會踩那麼長途 絕對不會踩回沙田那邊 老婆,你動一下行不行 你動吧,好累 我昨天動了很多次 老公 好累 你叫我弄這麼多花式 終於坐後面不要動 你前面也動吧 老婆不踩了 下班了 好累 好累 今晚不用踩了 今晚不用騎上來了 他問老闆 怎樣 遲一點 沒所謂 他踩到開心 拍照 晚了一點 回來 咦,遲了十分鐘 十分鐘 可以 遲了十分鐘 老闆便說 遲十分鐘 不好意思 我收回你一個小時 於是 這個爸爸 即時貼文 他好像肯付 他照給錢 但是他即時貼文 唱出 他現在在黑店 遲了 最初說 有點沒事 現在又收回 現在又收回 一個小時 錢 都貼出來 在大幕 都貼出來 有些有兩極 網民又好像 事少舉例子 也有兩極 有些說 遲十分鐘 沒有人全講 你開頭又說遲少少 可以 有些不是 遲少少 會預理一兩分鐘 他沒有預理十分鐘 十分鐘 那你一個小時 你六分一 因為我記得 我們以前來計 就是要預好時間 就是 不要再放棄了 科技大學 七點鐘要交 你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早點 六點九 早一點 或者你外面 我記得以前 說七點交車 回到大陸 可能六點九 我們早一點 那我們通常 怎樣 外面自己再繞幾個圈 七點 對 但有時候 你去到這麼問 他真的會負責 有些就說 喂 那也不用了 遲十分鐘最多 就是趙街 給五十元好 那些這麼浪費 那也不可以 因為我們 例如小白路 都要幫自己 不是幫自己 要幫阿斗爺 安排專車去 交通工具 我們在九龍塘耀中 中學門口上車 四點半 好 然後訂車 我訂車 跟旅遊公司 負責人說 那間巴士公司都很好 大些老死 一直都幫我們訂車 都很好招呼 它都是白字黑字寫明 就是過了一個小時 每個小時收350元 寫明 就是過一秒也是 當然 到時候 但是 如果你真的 譬如放司機走時 過了一個小時 司機上報上去 說過了一個小時 他便會 之後寄回一張單 給了 那 你白字黑字寫明 也要給了 你無法爭 你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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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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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明白 他司機人工 剛才說 車子又開了 雖然現在是平靜 可能有其他個案子 接著 另外最重要 就是保險的問題 可能他遲了 又要保險公司 再重複 即是他一副手三大 或者簡單舉一個例子 單車停車場也是 你前五分鐘出 你就要逼一個小時 最少半個小時 就不能離開 他不能計十五分鐘 我試過 那時候 又是學生時代 又是蔡先生說 真的踩上水堂 那次不是 阿珍 我們現在 阿通哥在Facebook 喜歡的女兒 叫阿珍 阿珍 阿通通喜歡珍珍 然後阿通哥讀書 那時候 阿珍珍 我踩上水堂 一會兒你是不是和我玩 性變態遊戲 不用了 我們玩完才踩 阿通 玩完真是腳軟 對不對 我踩上去 那邊說 很安靜的 又沒有街燈 然後躺在地上看到很多星星 你躺在地上看星星 我看你的星星 然後就覺得很過癮 不要搞那些星星 那時候我是三個同學 男生 三個 變態 性變態遊戲 我們就是去大埔也租 那時候還未流行 什麼交番 還未流行那些年代 沙田車 大埔環 那些還未流行 我們打算在大埔租 去大尾 捉捉個圈 哇 近近一點 那時候學生哥 大哥 認識鬼嗎 很英俊 還未進過大埔 一小時踩完 阿斗爺 半小時都踩完 很快 都可以的 一個小時下去一定可以的 就算你小時候都可以 隨便吧 踩到那邊 那邊是大氣 已經繞了個圈 好像還有時間證 這麼早 老闆說明 不知租了兩三個小時 不如繞去村尾打劫 反正都沒有工作 做年輕人 不如打劫 別動 打劫 有一個就 很提議 不提議 新涼潭 聽說繞上去可以下來 哇 是不是真的 信我吧 沒事的 那條斜路來 哥哥 你下車怎麼上來 神經病 然後我們 就是踩上去 不如踩進六頸 按距離 神經病 找不回路 我不知道六頸 怎麼繞上去 很多人 不停說 糟糕 怎樣 周圍找人 又不懂 遲交車 又遲交車 最後繞回大圈 很輾轉 回到那裡 已經遲了 差不多人 收報 哇 哇 哇 你們在哪 哈哈 神經病 老闆 我剛才踩進結界 踩進去之後 都看到那棵樹 我們已經畫了很多 十幾條狠都繞不出來 突然之間 霧散了才出來了 你呀 這裡很邪啊 你不要罰我錢 文國唱衰 你那些人不進來踩單車 你真傻 你如果出去唱 說在這裡結界 我在這裡 塞到爆 香港人最喜歡冒險 那就是 你有結界 帶我去看看 兒子 你先拿單車過來 撐你 整部車過去 真傻啊 結界了 死了 老闆 老闆真的很贏 那我們學生哥 那時候已經天黑了 你知不知道兒子 我不是怕你想拿單車 我怕你三個小孩有事 學生證在那裡 不怕你走 值一百幾十不是錢問題 我想報警 我怕你三個人都遇到什麼意外 我真的不安樂 學生證叫什麼名字 八達通 你叫八達通 你叫八達通 那個老闆真是好人 不好意思 我們又再給予電話 不用了 照收回吧 下次再遇到時間 我踩單車很不一般 可能因為後來踩單車 發覺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過春代 會越來越大 因為我試過 你知道我比較大 大腿 吃了雞蛋刀就比較大 因為我不是踩單車的 踩單車都是B.M.X 然後坐在那裡 你知座位一定是押著春代 然後又熱 然後腿又焗 然後踩單車 我問慘了 會不會生不出嬰兒 然後到後來研究一下 不是呀 春代如果長期保持高溫 很容易會燒的 會影響生育 然後又說那些女生騎單車 又說破處 男生騎單車是不是春代 會壓兩壓 會鬆的 好像陳奕迅一樣 單元 還是不要踩 還是不要搞 蔡先生有個花名 蔡大袋 蔡大包 很大包 我買底褲經常都遇到困難 不知道 沒有你的尺寸 沒有那麼小 現在很久沒有踩了 因為我經常踩的 所以我明白蔡先生的隱憂 因為我和你一樣 我聽你們昨天這個 在講這個 春代長島 我覺得就很不準 因為我們在座這裏三位 人士都是超過香港的 十三 十三 十三點幾 大哥 只是那個半徑都不止 十四 世界標準就是十四點幾 所以我很明白蔡先生的關心 我經常踩單車就是 春代的位置怎麼辦 所以我的單車是特製的 前面的位置 前面的位置 有一個位置套進去 一坐下去 剛剛好 扔著 好像砌LEGO一樣 所以就不會有問題 你單車的座位是 圓圈的中間有一個套位 哦 一坐下去 滑空了 對啊 剛剛好 是不是去洗澡 有個洞 對 不過那不是放過頭的 就是放過頭 給另一個頭 對 更糟 你這樣坐下去 然後踩 你想想 那個弟弟 是被那個東西 放著 然後不停在那裡 冷縮熱脹 然後踩 嘩 好像有點高潮 沒有理由 踩單車有高潮 就是因為 在那個位置 突然踩到某個位置 突然出了 大家都知道 由小到大 冷縮熱脹 那你那個 Spring bag 進去那個 凹位那裏 那裏 那你踩單車的時候 你會很熱的 那你踩到下樓 原來我踩到南深淮 那你踩到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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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不到 你踩到下樓 哎呀 死火 冷縮熱脹 哎呀 怎麼拔出來之後 整個型都不同了 紫色 不是紫色 大哥 為什麼那個小孩 變成三文字 大哥 明明是個義人錢 突然變成一個 蛋字 死得了 回家 女朋友等你回來 然後 咦 為什麼你這樣 不要搞事 紫了 死了 死了一定要割 一定要切 這樣 如果你的膏丸 放在那裏 拔不回 我相信他有膏丸癌 如果不是他沒理由 卡得那麼小 你要看醫生 說真的 冷縮熱脹 大家來試 哎呀 扑 扑 扑 你基本上 和人體設計 是有問題的 因為人的天氣很好 它設計到最重要的部位 就是床在大腿中間 包著它 這麼粗的大腿 加上整個盆骨 去保護它 讓它散熱 讓它很含收盜收盜收盜 在裡面 你又不是一踩單車 一抹開 被整座工具坐下來 好像是棺材一樣 你那個單車撕毀 簡稱是陽具墳墓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